世界上真的有刀枪不入的金钟照吗? 80年代海登法师的一段影像可以告诉你答案 该珍贵影像拍摄于1986年 记录了海登法师前往部队表演金钟照的全过程 视频中这个有点秃顶的老人便是海登法师 身旁站着的这个则是他的徒弟范英莲 画面中 他的徒弟拿着几根木棍 对着海登法师的身体猛砸 但大师本人气定神闲就像没事人一样 要知道 海登法师当时已经80岁了 就算换成普通的壮小伙 也抵挡不住这样的毒打 由此可见海登法师的金钟照已经大成了 看到海登法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现场的兵哥哥们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画面一转 徒弟范英莲也开始表演起来 他让两个兵哥哥使出全身力气 对着自己拳打脚踢 在如此强有力的拳打脚踢下 范英莲还是觉得难度太小 于是他又叫来一个兵哥哥拿来一捆木棍 对他进行鞭打 木棍都打碎了 他却像没事人一样 海登法师还能淡定地看着这一切 但场下的兵哥哥看着这一幕 都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为了锻炼兵哥哥们的抗击打能力 范英莲给兵哥哥们摆好姿势 随即一拳又一拳打在兵哥哥的身上 看完该段珍贵影像 大家觉得世界上真的有金钟照吗 欢迎大家评论区评论